说这些90后00后为什么会来非洲呢 哈喽大家好 我小钟啊 我现在是在非洲尼人利亚 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小钟的粉丝呢 在B站是突破了100万 讲真的很开心 我记得我是在50万粉丝的时候 发了一条动态 说在明年我要争取达到100万粉丝 然后就有评论说 像你们能在非洲拍这种视频的 很难达到100万粉丝的 你现在已经做的可以了 已经有几十万粉丝了 你还想要100万 然后我就在下面回复了一下 的确在非洲没有摆完up吧 那我就来当第一个 虽然这一段话很少很短 但是却经历了我很多 因为我时常都会想到 自己当时的那个落眼 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所以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还专门发了一条朋友圈 终于是兑现了自己当时的一个承诺 就是我在去完贫民窟 然后又去完垃圾场之后 回到家里我就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 有点感冒发烧 然后也拉肚子 我感觉是立即 就拉了两天的肚子 很难受 我现在都一直在吃药呢 这个是朋友给我拉的药 严重的话我去医院看一下吧 身体还是不要拖垮了 毕竟在非洲嘛 那我们这期视频的话 就类似于一个Q&A吧 其实大家想问什么问题 我心里应该都有数 所以我就一一的来给大家去解答吧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想知道 小东西在成为非洲剧 百万up之后的一个感想是什么 我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我今天下午还能拍什么 明天的视频标题应该怎么取 封面应该怎么做 就每天的生活 其实都是属于那种 不断的在推着你走 你也不敢确浪费时间的感觉 这就是我的一个感想 首先那还是要感谢各位朋友 对小东的支持 也感谢你们对于我的鼓励 还有一路的陪伴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 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当然了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 Niki啊 就虽然他已经 淡出我的视频 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他其实一直都在陪着我 每天我们都会保持沟通 所以其实这个账号 有一半的功能都是Niki的 另一个问题呢 肯定大家都想问 小中你是什么样一种机会 开始做视频的 我做视频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吧 就是当时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工作的话也不需要到办公室 所以就在家 时间比较多 然后就有一位朋友 他叫袁江磊 也叫野火青年 他就鼓励我说 小中你完全可以分享一下 你在非洲的生活 你之前写的公众号 也写的听号的 但现在呢 你可以尝试着用镜头来去表达 去记录 所以在他的鼓励下呢 我也开始拿起相机 到非洲的街头 去拍摄一些视频 然后到现在呢 是整整的三年了 第三年经历了太多 也特别的辛苦 大家知道我的更新频率 还是挺高的 在这三年 我应该是拍了有 差不多500个视频吧 这500多个视频呢 就分为了好几块吧 就是方方面面的都有 也带大家去了 好多个非洲国家 看了不同的文化 风景 还有人文 记录了很多非洲人的故事 也记录了很多 在非洲打拼的 中国人的故事 这三年我真的是没有断根的 每两天 每三天 就会跟一条视频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辛苦的 就是不管是从找素材也好 拍摄也好 剪辑也好 都还是挺累的 我大部分的业余时间 都已经花在这个视频上面 我现在已经胖了很多了 我刚到非洲的时候120斤 现在已经140斤了 就是没办法 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我出去拍完之后 晚上回来还得剪 就坐在一个电脑前 剪视频剪视频 所以很少有活动的时间 肯定就有很多朋友想说 小宗你都是怎么样坚持 做了三年的视频的 讲证我自己也不知道 坚持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工作中都会有很多很多事情 很容易去打断你的一些节奏 自从我拍视频之后 我的生活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你会觉得生活和视频 完全就已经混在一起了 你不可能把视频和生活分开 就牺牲还是挺大的 像以前我带Niki出去旅行 我会认认真真的全程给他拍照 所以他在旅行之后 有很多照片发朋友圈的 但现在就是真的很少的 甚至于Niki他跟我一起出去的话 他都还得拿着相机拿着手机 帮我去补一些镜头 因为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 这种生活一般人还是真的接受不了的 就作为一个博主还是挺难的 经常忙的来饭都吃不上 但说了这么多 做视频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我自己喜欢 这也是为什么能够坚持三年的原因 我觉得做任何事情 如果你不喜欢 你是很难去坚持的 小冬真理呢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之前接触到的一个事情 当时我是拍了一期 重庆小姐姐在非洲联合国工作 然后在评论区那有一个人就回复说 去非洲这种国家的 基本价值不行 南非除外 当时我的回复是什么呢 我就说 你这话说的的确有点看不起来非 来非洲的人啊 就他当时那个IP那是罗马尼亚 为什么我说能看出一些东西 暴露了自身的水平 非洲这种国家 首先吧 非洲它是有54个国家的 然后他提到了 基本价值不行 其实这句话是深深的扎在了我的心里 因为我的确价值不行 从小农村出来的 父母也是 就是到外省务工 然后慢慢的把我送进城上学的 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家庭 我记得我在初二之前 都是一直在跟着父母租房子住 然后租的房子呢 还是那种前面开店 后面隔了一个木板 然后厨房 厕所 还有卧室 全部挤在一个 20平的一个小房间里面 那种生活我是过过的 那我想的是 就通过刚好这期视频来去聊一聊 关于我们这种 加持不行 来非洲打拼的年轻人 其实到现在啊 非洲是有将近200万的中国人吧 这200万的中国人里面呢 有很多一部分都是90后00后了 然后这些90后00后 为什么会来非洲呢 可能还是以大部分吧 跟我一样 加持不行 在国内面对比较激烈的竞争 岗位也比较少 内卷也比较严重 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而且你说去大城市吧 又没有加持 又没有背景 又没有一个很好的学历 你说你能挣多少钱呢 每个月挣的钱 除了交房租之外 还要户口 还要付交通费 等等的 那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所以在国内生活 真的是很大的压力 总是感觉着被动的 在推着往前走 所以来非洲 真的是给了我们这种 加持不好的人 一种选择的机会 像我们在非洲工作的话 年轻人过来 一般能拿个一两万块钱 好一点的话 能拿个两三万块钱 吃住行 都是公司报销的 像我们在非洲工作几年之后 就能涨下一笔钱 那我们用这个钱 就可以去买房 可以去结婚 去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非洲 对于我们这种 加持不好的人 还真的挺友好的 在这里我们真的能够 过上另一种生活 最重要的是 我们能够赚到钱 大家可以想一想 对于我们这种 普通的90后00后 如果你要靠自己的能力 去买一套房 在国内是有多么难的 但是在非洲的话 你是真的可以实现的 只要你勤劳肯干 甚至于能够赚得更多 真的是给了我们 很多年轻人另一个机会 在我看来 加持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我觉得父母 把我们生下来 养育成人 送进大学 已经很不容易了 没有必要再去 向父母说取更多的东西 也没有必要 因为自己的身世 感到自卑 有的人的生活 是与生俱来的 有的人的生活 是需要靠自己双手去打拼的 所以我也很庆幸 通过自己的双手 去打拼来了 现在拥有的一切 然后接下来呢 小钟跟大家聊一聊 我和Niki吧 肯定很多朋友都想问 Niki去哪里了 Niki为什么 没有跟你一起拍视频 这里呢 小钟也跟大家去解答一下 我目前呢 主要是在非洲旅行 那在西非地区呢 其实是 没有什么旅游资源的 然后像我这种旅行方式的话 我带上Niki 我觉得有点不忍心 毕竟要吃那么多的苦 那么的累 一个女孩子的话 还是不适合她 如果真的要旅行的话 我会带她去一些漂亮的国家 好的国家 让她真正舒舒服服的去旅游 我想的就是 我自己苦一点 累一点没关系 因为我拍的一些 非洲视频的话 都是关于一些 普通人的生活 肯定是要去体验 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那我如果带上Niki的话 我自己是 不大愿意 让她去体验这些的 所以我想的就是 我自己拍的话会好一些 但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 又不能一直待着吧 你在非洲待着 待长时间呢 很容易费 所以Niki呢 现在也是在多个的 另一家公司工作了 然后关于我俩的话 我们两个是计划在 今年吧 要一个小孩吧 刚好我们年纪也差不多了 我们两个都是289了嘛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 你觉得你拍视频的意义是什么 首先我想说哈 我拍视频 一方面呢是想要挣钱 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我花了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在这上面 如果我去做其他事情 兴许比拍视频赚的更多 但是它的意义是在于 我喜欢这份事业 其实我挺热衷于 去做这些事情的 因为我在以前 就是一个背包客 我那时候喜欢写公众号 去记录一些 在旅途发生的一些 见闻啊等等的这些东西 但现在呢 我有了视频这个平台 所以很想把我拍这些东西 让更多人知道 我不知道有没有老粉 还记得那句话 就是我在视频的结尾的时候 经常会说 现在关注小钟 小钟带你看更多非洲见闻 做了三年视频之后 其实真的有影响到一部分人 很多人因为看到我的视频 了解到了不同的非洲国家 甚至于很多人 看到我的视频之后 跑到非洲来创业 来工作 就有时候我走在路上的时候 会被人认出来 就说小钟小钟 我看你的视频 已经很长时间了 高中的时候就看你的视频了 我现在已经拿非洲工作了 这么明的 让我又心算了一把 我已经这么老了吗 虽然说我没有去过哪里哪里 但是我通过你的视频 了解到了非洲 还有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每当听到这种话的时候 我觉得挺开心的 挺欣慰的 就是那种被认可 然后觉得自己是 做了一些时事的 就是能够给大家 呈现更多的角度的非洲 包括还有一些 在非洲工作生活的华人同胞 然后他们也通过我的视频 了解到了 就是同一片大陆的 不同国家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的确能够帮助到一些同胞 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 蛮开心的 而且另一点 就从适用性的角度上来讲 就是我走到其他的非洲国家去 也有很多人都认识你 很愿意去帮我找一些素材 甚至于就是去接待我也好 去帮助我也好 我觉得这些东西 真的是让我能够 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像这些在非洲工作生活的华人们 他们在看我视频的同时 在看我采访别人的同时 他们似乎就在看自己 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 而且像小钟的视频呢 也都很真实也没有什么剧本 感觉这些视频说的话挺多的 而且也比较杂乱无章啊 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没有什么逻辑 但是这些呢都是我很想表达的 然后在视频的最后呢 小钟也是衷心的 向各位视频前的观众们 说一声感谢 谢谢你们的支持 也谢谢你们的鼓励 我会给大家分享 更多的一些非洲建文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